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菲律宾官员近日透露 他们的一架渔业飞机在南海巡逻时 竟遭到中国岛屿基地发射的照明潭威胁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北京与马尼拉之间 日益紧张的领土争端 也让我们意识到冲突已经从水域蔓延到了空域 在这次事件中 菲律宾的塞斯纳208B飞机 在苏比较附近执行例行任务时 意外地成为了照明潭的目标 这个环礁已经被中国改造成军事化基地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并非第一次 早在8月 这架飞机就曾遭到中国战斗机的骚扰 并在危险距离内发射照明弹 让菲律宾方面对中国的行为表示谴责 中国方面则毫不退让 指责菲律宾的行为是侵入其声称拥有的领海 这一切让人不禁思考 南海的紧张局势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会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甚至牵涉到菲律宾的军事盟友美国 这场地区的权力博弈 不仅影响到当事国 还可能对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马尼拉 菲律宾 美联社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这次是一架菲律宾与业局的飞机 在例行巡逻时 遭到来自中国岛屿基地发射的照明弹威胁 这一事件显示 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已经从有争议的水域扩展到空域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BFAR的一架塞斯纳208B飞机 周四在苏比较附近进行巡逻时 突然发现 从中国军事化基地发射的照明弹 菲律宾政府的一个跨部门工作组 随后发表声明 称这次事件再度证明 中国威胁菲律宾飞行器的行为 已经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尽管声明中没有提及照明弹与菲律宾飞机的距离 但这架飞机是否继续巡逻 以监测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偷猎者 成为了未知数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类似事件发生 根据Japan Times的报道 同一架菲律宾渔业飞机 在8月19日也遭到中国空军战斗机的骚扰 当时这架飞机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 遭到中国战斗机进行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机动 多次在仅仅15米的距离内发射照明弹 菲律宾工作组指出 中国战斗机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 表现出极具威胁的意图 危及了BFAR飞机上人员的安全 中国当局对此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但他们此前一再指责菲律宾船只和飞机 侵入所谓的中国领海 尽管如此 菲律宾工作组坚持要求中国立即停止 所有威胁菲律宾船只和飞机安全的挑衅和危险行为 他们强调 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地区和平与安全 也进一步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在8月8日的另一场争断中 菲律宾官员称两架中国战斗机飞得非常近 并在菲律宾控军巡逻飞机的路径上 发射了一连串照明弹 这是自2023年以来 北京和马尼拉在南海的高海域敌对行动 首次扩展到空中 菲律宾军方首长罗密欧布劳纳将军 当时没有报告任何伤亡或损坏 但他谴责了中国的行为 称其可能会造成悲剧性后果 布劳纳将军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照明弹接触到我们的飞机 这些可能会被吸入螺旋桨或进气口 或者烧毁我们的飞机 他强调 这非常危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则表示 一架菲律宾空军飞机 非法进入中国声称拥有的黄岩岛上空 干扰了当时的战斗训练活动 该司令部派出战斗机和船只识别 跟踪并驱赶菲律宾飞机 并警告菲律宾 停止其侵权、挑衅、歪曲和炒作 不仅仅是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也报告了中国空军飞机在南海的类似行为 这些国家在该地区部署了部队 以促进航行和飞越自由 而中国则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不满 称这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北京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 这条战略水道对区域内的许多国家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几个月北京与马尼拉在海上的对峙不断升级 这引发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担忧 对于菲律宾来说 美国作为其军事盟友 可能会被卷入这场可能的冲突中 菲律宾西海岸国家工作小组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周一一架中国战斗机 在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飞机进行 海域认知飞行时 靠近黄岩岛进行了 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机动动作 这些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且对菲律宾飞机上的人员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级 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也在增加 每一次的冲突和对峙 都可能引发更大的国际外交争端 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军事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 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每次交锋 都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领土争端 而是涉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和国际政治问题 随着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增加 各国都在密切监视南海局势的发展 对于菲律宾和中国来说 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一争端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大挑战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是共同的目标 任何一方的挑衅行为 都应该予以谴责和制止 也许只有通过合作和对话 南海的紧张局势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当我们谈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是一种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 南海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海 从南海诸岛位置图 到历史上的航海记录 都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菲律宾飞机被照明弹威胁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这就好比我在自家院子里吃饭 结果邻居小孩非要过来踢足球 我不小心把汤洒在他身上 这能怪我吗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强词夺理了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及2016年的国际仲裁结果 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都属于国际水域 而不是中国的独家领海 你所谓的历史证据 根本经不起国际法的检验 至于照明弹 这可不是什么达汤的笑话 这是实际威胁飞行安全的行为 就好比你在院子里放鞭炮 结果邻居家的猫被吓得爬上了树 你能说这没问题吗 谢其其 你这可就有点选择性失忆了 2016年的仲裁结果 中国早就声明不接受 不承认 更何况 这些国际法庭和其背后的势力一项 对中国不友好 这些仲裁结果 也是在某些国家的压力下产生的 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至于照明弹 我们要明白 这是对非法侵入者的警告手段 完全合情合理 就好比你在自己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结果邻居跑来说 你侵犯了他的隐私 这合理吗 楚天书 这种我不认 我不听的态度和三岁小孩有什么区别 国际仲裁结果是经过多方专家审核 证据深入分析的 并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裁结果 至于照明弹 这可不是什么摄像头 而是直接威胁飞行器安全的工具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都对中国的行为表示担忧 他们可不是没事找事 这就像你家大门口放了铁钉 谁不小心踩到了 恐怕都得上医院 你还能说这是合理的吗 谢琪琪 你这种跟风的态度 才真是让人无语 你说国际社会对中国不满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国家在南海的行为 才是真正的挑衅 美国的航母 战机经常在南海巡航 这难道不是在给中国施压 中国的照明弹只是防御措施 就像在家门口放个小心狗的牌子 结果那些人非要进来挨咬 这能怪谁 楚天说 你这说法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美国等国家的确在南海巡航 但那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任何国家都有权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 而中国的照明弹行为则是明显的挑衅 摆明了就是我不爽 你别过来的态度 这就像在公共游泳池里 你非要霸占一条永道 还不许别人靠近 这合理吗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失贪